大家好,我叫杨波,我在澳大利亚悉尼 我在文学影视作品中看到中国共产党党员入党要经过入党宣誓 我想请问中兴社问答二十大栏目帮我解答 中国共产党党员入党为何需要进行入党宣誓 宣誓誓词词和形式在历史上有什么变化呢?谢谢 杨先生您好 其实预备党员必须面向党旗进行入党宣誓 是中共党章对发展新党员的明确规定 仪式感满满的几分钟 往往会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人生中的难忘记忆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 党章对入党宣誓仪式并没有明文规定 问答二十大栏目邀请了中央党校的逐利嘉教授 为我们介绍当时的情况 在当时入党议词呢有两种 一种呢是举手表决师 制服大会党团员都参加 通过党员词呢党团员都举手 另一种是谈话词 由介绍人谈词话后 宣布党组织的决定就是入党 1922年 中共共产党的二大通过首部党章 严格规定了入党程序 至于宣誓意识 1925年 中共中央颁布的通告曾经规定 新党员入党时 必须经过入党意识 并编入一个支部 此后 一些受马克思主义影响 较大的工厂和学校 举行入党宣誓时 一般会在现场悬挂党旗 新党员面向党旗宣誓 1927年 大革命失败后 出于保密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取消了对发展党员 必须举行玄石议事的另行规定 但各地 只要在天狂不是很严重的天狂下 基本都采用无党玄石 随着中共龙城革命根基地的建立 玄石议事 从不对调了恢复和完善 走步形成一套程序 玄石前 一般需要由介绍人与发展对象进行谈话 谈话内容涉及如党人的生活状况 思想动机等 在玄石现场 一般要挂一面党旗 要由主持人 介绍人 新党员到场 还要有如党史词 为加强对新党员的教育 唱国际歌 走剑成为玄石意识的环体 宣誓仪式逐渐成熟 得到了广泛应用 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中共中央还只是把它 作为一种对新党员的教育方式 随着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 特别是成为执政党之后 中共更加重视严靶入口观 在教育中加强党员的党性修养 入党仪式也从选择题 变成了必修课 1982年召开的十二大 更明确把宣誓仪式写入党章 为之后历届党章沿用 同样入党誓词也在各个时期 经历了相应的变化 据记载 在井岗山时期 毛泽东主持新党员入党宣誓的诗词 是 提升个人 努力革命 解极斗争 服从守治 严守秘密 永不叛党 这一版本的入党诗词 是可以找到的 对应窝证的最糟诗词 伺候的入党诗词 也都有鲜明的词带印记 比如 抗战争时期的诗词 不再强调解极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的诗词 更加突出 坚决执行党的决议等等 让我们随尽头再次回到1982年 中共十二大通过的党章 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 对入党诗词内容的 第一次正式规定 这十二个小句 八十个字 一直沿用至今 成为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的 庄严承诺